再把那个这个问题9这一题稍微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那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大型的这个这个试算表里面 主要就是会有A到L的这些栏位 那这些栏位里面的资料其实还不算少 这还算少这六几笔 之前好像我们有个范例是2000多笔 那比如说呢这个当然可以按照进度 比如说进度百分之多少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按照进度帮我 假设我今天希望按照进度帮我把他 这边进度总共有100了507050 那你可以进度一样的你就帮我把它放在一起 那或者是业务我们上礼拜是用业务 业务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有这个小咪然后小张老王等等的 那我今天希望快速帮我分类 分类之后你也许要列印的话 你可以再去把列印的程式码加上去 然后或者说按照什么金融 这个产业别里面的话有各个行业别 还有产品 这边有很多产品 甚至是数量的范围 或者是价钱的范围等等的 其实这些都可以当成是我们分类的依据 那上个礼拜就说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范围就是说如果今天按照业务来做什么分类的条件那我今天要快速的怎么样把他做分类那以往如果不知道快速分类的话你就变成怎么样你就变成要先建几个比如说这边的话总共会有这几个业务人员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那我想要知道总共有几个业务人员他其实是分散的那你一定会有这几个业务人员的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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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以往你可能就是用什么用排序的方法比如说像这边的话我要按照业务人员排序的话我们可以在常用里面这边有个排序比如说A到Z好了然后呢他会自动帮我排序或者是Z到A那按照比划